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10月17日 星期日 这个视频呢 我想跟大家聊一下 关于这个拐卖儿童的事情 大家呢 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 有一个电影叫狮姑 是刘德华演的 刘德华在这个电影里面呢 就演一个父亲 这个父亲呢 因为他的儿子失踪了 所以他就致力于 在全国到处去寻找他这个儿子 实际上呢 在中国 像这样的父亲或者母亲呢 其实有很多的 有很多呢 孩子丢了 然后呢 父母就不放弃 到处去寻找 那当然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呢 是到警方报案了 可是警方的破案呢 其实也是受局限的 有的时候呢 这个案件如果是进了死胡同 没有线索了 那警方就会把这个案子归到一个冷暗了 这样的事情呢 其实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一样的 有人人可能会疑惑 在美国有拐卖儿童吗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呢 我就看到他们有一个节日 叫鬼节 对吧 Halloween 到Halloween的时候呢 就是各家各户都会准备一些糖 那就有一些小孩呢 他们就装扮成小鬼的样子 然后呢 就到各家挨家挨户来要糖 说你或者招待我或者我给你恶作剧 这样呢 就是大家给他们糖 小孩这一个晚上呢 能要到好多的糖 小孩非常的开心 那会儿呢 我就感慨 我就觉得说 哎呀 还是美国安全呀 美国这些孩子呢 就到处去 第一呢 也不会受到毒害 第二呢 也不会丢失 但是呢 进来我就发现 我这个认识是错误的 在美国其实是有拐卖儿童的 有的人呢 可能说 哎呀 拐卖儿童都是一些 基本上都是家里人 因为抚养纠纷的一种行为 其实不是 其实并不是的 在美国小孩如果说 没有一个警惕性的话 家长如果不看住的话 这个小孩是会丢的 这种事情在美国有多普遍 具体呢 有没有像中国师姑这样的父亲 到处去寻找孩子的这种情况 其实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现在我就知道 美国是有的 因为现在网络时代了嘛 在YouTube呀 还有TikTok 就是抖音在海外的那个版本 TikTok 最近呢 我经常看这个TikTok上面的短视频 哎 我就发现这短视频里面呢 就出现了 家长就教育这孩子 如果有陌生人跟你说话的话 你会怎么样 陌生人要抱你的话 你会怎么样 陌生人给你东西的话 你应该怎么样 陌生人要带你走的话 你应该怎么样 他们也教育这些孩子的 为什么呢 就是防止被坏人拐走啊 如果没有坏人拐走孩子 这种情况发生的话 为什么要教育孩子 对不对 甚至对那些心智 不是很健全的成年人 就是说他已经成年了 但是他治理有问题的那些 他们也采取一些措施 怕被别人拐走 我还曾经看到一个视频呢 就是现在不是家里面 都有那个监控吗 那监控呢 就会记录下一些视频 有一家呢 还记录下来 他们家的孩子 在自己家门口丢了 在自己家门口跟他玩 结果呢 就有人把那个孩子抱走 然后开着车扬长而去 到最后 这个孩子也没找到啊 好 我们再说回来中国 中国呢 有好多那个小孩啊 被人贩子就拐走了 拐卖了 然后呢 家长就去找 师姑那个电影 演的那会儿 警方找 家长找 已经是现实了 那师姑那个电影 出来之后呢 就出来了一些民间的团体 他们就致力于 帮助找这个被拐卖儿童 还有呢 电视台也做了一些节目 就会帮助把这些家长啊 警方啊 还有一些民间团体啊 还有发动社会上的公众啊 就把所有的这些资源呢 都连接起来 形成一个网络 这样一来 找小孩的这个效率呢 就高了很多 今天我就看到了 有一个报道 这个报道呢 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 现在呢就出现这些很多的 被拐卖的人小孩找到以后呢 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 这些小孩 有很多都已经长大了 这些孩子们 被找到以后 回到亲生父母身边的 寥寥无解 你想到过这个问题吗 这个问题让我非常的吃惊 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 说是电影诗姑的主角的原型 那个爸爸 他叫郭刚腾 他在这24年的过程当中 已经骑着自行车 到处找他的儿子 骑行了50多万公里啊 走遍了天涯海角 来寻找他的儿子 那终于在两个月以前 他的孩子找到了 靠他自己其实找不到 他是怎么找到的呢 就公安局官给他办了一场呢 认亲活动 那这一场认亲呢 也是公安部2020年底开始的 查找被拐失踪儿童的一个 专项行动 叫团圆 说公安局官的这个团圆行动 半年的时间 各地的公安局官 就利用人像啊 利用DNA的比对呀 这些方式 寻回了2609个失踪孩子 时间跨度最长的 长达61年 这个郭刚腾 就是其中的一个 两个月前呢 他就被叫去 进行这个认亲 他这个孩子叫郭震 他叫郭刚堂嘛 他给的孩子起名是叫郭震 那就在这个郭氏父子 这个盛大的认亲仪式当中 就他这个儿子啊就说了 他说养父母现在年纪比较大了 你想想24年了呀 对不对 他的养父母如果当时是30岁的话 那现在也已经是54岁以上了 他说呢 养父母现在年纪比较大了 对我有着养育之恩 这个时候也需要人来照顾 另外一方面呢 我的工作也在那边 所以以后还是想留在那边 他在网络上这个表态呀 在中国其实还引起来了一个争议 有一些网友呢 就非常同情这个父亲 觉得呢 他虽然说找到了这儿子 知道的儿子在哪 但事实上呢 并没有真正的找回来这个儿子 同时呢 人们也觉得说 如果说让这个孩子继续留在养父母这边的话 会不会说对社会上那些买孩子的一方 是一个纵容呢 让人就觉得说 哎呀没有关系啊 我去买一个孩子回来 只要我对孩子对他好 给他养大了以后呢 这孩子也不会走 这样一来 不是对那些收养孩子的一方 就是一个纵容吗 让他们就成了一个拐卖儿童链条当中的一条 对吧 其实拐卖儿童呢 这里面就是一个链条 这链条里面缺了谁也不行 但是呢 这位郭刚腾父亲呢 他就表示说他会尊重他的儿子的想法 他说一切以孩子的意愿 他愿意留在哪边就留在哪边 不能让他再受到第二次的伤害 然后呢 这位父亲就消失在公众的视野里面 不接受任何的采访 而且提醒这些媒体呢 不要去打扰他的儿子 像这样的事情其实还有很多 就引起整个社会的很多人的思考 根据中国的宪法第241条的规定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但是实际上 要执行这一条刑法的话呢 难度却非常的大 就面对像这个郭震那样的父母 对吧 郭震还选择去陪伴他的养父母 非常感激他的养父母 你怎么可能去把他的养父母 给他抓起来 判他三年的有期徒刑呢 那中国刑法第九修正案 就有一个新的规定 中国刑法第九修正案呢 关于这个呢 就进行了这样的修改 说如果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 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 并且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 可以从轻处罚 公安部2000年 关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适用法律和政策 有关问题的意见里面也指出来 对于被解救的儿童 如果买主对该儿童既没有虐待行为 又不阻碍解救 其父母又自愿的送养 双方符合收养和送养条件的 可以依法办理收养手续 对于已经在买方家中生活数年的孩子来说 强制的分离这些孩子和他们长期共同生活的养父母家庭 也会面临很多的问题 我刚才说了哈 民间也有很多的民间组织来治理这件事情 比如说就有一个叫宝贝回家的寻子网 这个网络他的创始人叫张宝燕 他在之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他说说实话呀 我们找到的这些孩子回到亲生父母身边的寥寥无几 你震惊不震惊 就是找到了以后呢 这些孩子回到父母身边的寥寥无几 说养父母家是他们从小生长的环境 有的孩子要是发展的比较好 上了大学 有一个不错的工作 再回到亲生父母身边的话 他的身份是需要改变的 包括他的毕业证 身份证等证件都是要改的 很难回到从前 再一个 很多亲生父母找孩子都找得倾家荡产 家里很穷 而养父母的条件普遍的好于亲生父母 要抛开较好的生活 对孩子来说很难接受 另外 很多孩子找到家之后 亲生父母和养父母之间会有一些纠纷 孩子家在中间又很为难 就他说的这个哈 我就觉得第一个好像应该不是问题 其实一个人如果说你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 如果你想改名字的话呢 你就可以改名字 改了名字以后也不见得什么所有的证件都要改名字呀 对吧 你拿着那个证件 然后你拿着一个改名字的证明就可以了呀 改名字的证明就是你那个证件和你现代的名字之间的一个联系呀 就是这么一个联系呀 其实没有必要那些证件全都去改的 另外呢 这位平台创始人所说的另外一个因素呢 让我觉得非常的痛心 就是呢 他说因为这个生父母呢 因为长期置旅来寻找这个孩子 好多人就倾家荡产 就像刘德华演的那个电影《诗姑》那个角色似的 刘德华演的那个角色和现实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他长期去寻找他这个儿子 他家里面是倾家荡产的 就是已经是穷的叮当响了 恨不得养他自己都有困难 你想想你找到这个孩子以后 孩子一看 哇你这种情况对吧 尤其是说这个孩子已经成年了 他这个孩子是24年前丢的嘛 当时就算他两岁吧 他也已经26岁了呀 他有可能都已经结婚了 对不对 他本来就面临着上有老下有小 他那个老呢就是养父母 现在又出来了一个更穷的生父母 你说他这个生活压力一下子向他压过来 他其实挺难以接受的 他其实挺难以承受的 我一开始看到这个事实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哎呀这孩子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因为自己的生父母穷 然后就不去认嘛 但是你要细想想的话呢 这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啊 对吧 如果他的生活很好 比如说这孩子已经成为了抖音的老板 比如说 那当然他不在乎对不对 我肯定得把父母接过来养着 那假如说他生存就很难 找个工作呢就很难 可能是挣钱呢 也就是挣个几千块钱一个月 养个孩子呢都很困难 然后往那儿还有养父母 确实这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再就是呢 这孩子找到了以后 在养父母和生父母的中间 可能两边呢 为争着孩子还会有一定的纠纷 那我还看到呢 报道了一个实例 这个实例呢 是这个父亲是叫贵鸿正 他是在2009年的时候 他的小儿子叫贵豪 当时呢就在外面玩耍 就被人贩子给拐走了 那这人贩子呢 现在也找到了 这人贩子呢 现在已经都被法院判刑了 人贩子就交代出来 说是在2014年的4到6月之间 他就在四川省广安市武圣县 在那县城呢 他就看一帮小孩就跟着玩 这一帮小孩跟着玩呢 有大有小 其中呢 他就看到一个最小的一个小孩 才三岁 三岁左右 看样子就三岁左右 就是这个贵豪 他就上去跟这帮小孩一块玩 然后这帮小孩呢 跟他玩着玩着呢 就跟他就熟悉了嘛 然后他第二天 又来跟这些小孩一块玩 那这些大的孩子呢 就过马路 朝另外的一个地方呢 就跑了 那这三岁左右的这贵豪呢 因为他小 他就跟不上 那这个人贩子就上去说 说来我们去追他们 然后他就跟这小贵豪呢 一块去追 追着过程当中呢 这小贵豪就对他没有任何防范呢 就觉得也跟他熟悉了呀 然后他就把这小贵豪给他抱起来 抱起来跑 小贵豪没有任何的不适 肯定没有哭没有闹 所以旁边的人也都不知道 然后他就抱着这孩子呢 就跑 跑着跑着呢 然后他就偏离了方向 那儿呢 他的同伙就有一辆车在那等着 他上了那车以后呢 就开着那车就跑 这样就把这个小孩从四川 给他拐到了广州 就卖到了广州的一个人家 这是2014年的事 那这个叫贵豪的这个小孩 找着以后 也是参加了那种中央电视台 大型的那种寻亲节目 在节目里面 公安人员就告诉说 你的儿子贵豪找着了 当时呢 他就特别的开心 那公安人员呢 就带着他去到了广州 去认他们这个孩子 结果他去了以后呢 这个小孩对他就表现相当的冷漠 那那个养父母呢 也不愿意他把这个小孩给领走 因为这个孩子也不愿意 养父母也不愿意 主要是这些小孩不愿意 那公安机关呢 就做他工作说 你暂时啊 不要把这个小孩强行带走 后来他就回去了 经过公安机关做工作 后来呢 这个养父母就同意了 带着的小孩 就到四川来找他们 那到了四川以后呢 到了他们家 这个小孩呢 就经过跟他父母啊 家里还有一个姐姐 还有一个弟弟 跟他们就接触 小孩呢 不知道为什么 就同意了 留下来 那他的养父呢 就回到了广州 这小孩就留下来 但是跟他的亲生父母 姐姐和弟弟 全都不接受 其实这父母不用说了 姐姐和弟弟啊 然后就知道 尤其那弟弟 哎 知道现在还有一个哥哥 然后跟这哥哥呢 也都挺亲的 但是呢 他就是心理上不接受 后来呢 要上学了 那他爸爸呢 就想给他注册学校 带着他去报名 他也不去 然后把自己就 关在屋里面 就不出来 然后他爸爸去叫门呀 也不那个 但是他爸爸呢 有一次就采取了一个 不理智的一个行为 就把门给他踹开了 踹开进去以后 这小孩呢 就非常的不接受 你可以想象出来 情绪上非常的激动 然后从那开始呢 跟这个父母就更加的抵触 坚决的不跟他们接触 后来没办法 就把他的那个养父啊 又叫来了 养父叫来以后呢 养父来了 其实也做不了什么 问他说 你是不是要跟养父走 这小孩呢 也没有表示说 要跟养父走 就表示说呢 他既恨这个养父母 也恨这个亲生父母 就造成了这个孩子呢 真的是心理的打击 是非常大的 后来就没有办法 这个生父母说 也不能这样 就把这孩子就毁了呀 就同意让他养父母 把这孩子领走 那孩子呢 后来就跟着养父母 就回去了 到了广州 但是呢 这个孩子 他走了以后 把他亲生父母的 那个微信号啊什么的 都给删了 就不愿意再接触 这个亲生父母 看了这个故事呢 我就觉得真的是让人非常的痛心啊 这才是一个19岁的小小少年 不知道对他的心身健康 会造成怎样的一个影响 像前面所说的 刘德华演的那个原型 对吧 那个已经是二三十岁了 那还好 心理接受能力还强一些 对于这些小的 真的是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